再小狐烈烈 这些小小黑黑 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吗 为大家发一个福袋歌姐们 咱们猜一下福袋 给钱包餐点点关注 哎 你们要是喜欢小赵的话 就不用给小赵送大礼物了 就给小赵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赞就可以了 王老头 你别送了 你别给小赵送了呀 你送我怎么报答你吗 要咱俩就斗个金 你要是赢得了我的话 我就跟你在一起 过了年把你给整片摊 你是选齐还是说咱俩斗鸡 我 还是选其他的 老是说这种话 我是 我是农村人对不对 我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从来不长着我不噎着 那你们找了个80岁的 我今天才22岁 你们就 就保证你们跟老头能过一辈子吗 我实话实说 老头身上又有老人位 八九十岁的 你们看大爷的头像吗 年龄也不小了 骗我说二 骗我说是56 我就不相信 小80岁了对不对 上又有老人位 再过两年 就像我太爷爷一样 放屁磨牙打呼 老上 你脸上又有老年 大爷你有老年 你有窗吗 脸上有没有窗 你窗会浓的话 很臭的 对不对 难道你受得了吗 我一问他 我说你脸上有没有窗 他都不吭声 估计绝对有窗 我说的也是实话嘛 你有窗没啊 大爷才二十八 愤怒哥他不小了 岁数不小了 岁数不小了 老是在那儿说这种话 干什么嘞 大爷有痴疮 是你们问的 又不是我问的 是你有痴疮吗 你有没有痴疮 大爷 是他们问的 不是我想知道的 老是说这种话 喜欢小赵哥姐们 给赵爷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铁点赞 他都不讲话 你要是有窗的话 赶紧去制止 别到时候 我跟你在一起 别人不知道 是你来立架 还是我来 我说是实话 你们怎么不听实话呢 说也是实话吗 年龄大的人走路 你们也知道 又擦着腿走路 然后他又再得个痴疮 到时候别人都搞不懂 我俩在一起 是他来立架 还是我 你有没有啊 我说的是实话 我也没有说骗人 我又没说其他的七八的 对不对 就像你们相亲一样 现在这个人就是说实话的比较少 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你们不想知道知道 前你们就是相亲的时候心想哎 这个女孩 有没有生病啊 难道你不想知道知道吗 只是你不好意思去问 就像你们相亲就像一个男孩一样说 这个男孩 而有没有什么病啊 之类的 是不是你们也会这样去想 只是你们碍于面子又不好去说 但是我实打实的去说吗 难道这一种一种臭吗 我的妈呀 笑愤怒哥 哈哈 感谢我愤怒哥 愤怒哥 愤怒哥 看看这比较年轻啊 你一百二十二岁 你到底多大啊 愤怒哥 绑一小八十 绑二的年龄怎么一百二十二 怎么都这么小大 怎么都这么大只啊 我说的也是实话 就像你们相亲对不对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不想知道女方家里面 谁得病了没有 谁有没有遗传病 你们想问 对不对 你们旁敲刺激的去找没人去问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实打实的去说 我但是我比你们至少我敢讲 有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也没有说去说 虚假的呀 去怎样怎样的 我也说了 大爷你非要让我跟你在一起 两年之后我必要 必把你给整片的 对不对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也说了 我从来没有说 感谢我愤怒哥 愤怒哥你多大呀 你别比 往大爷还年龄还猛啊 我说是实话 我又没有说其他七八的 喜欢小赵哥 你们给小赵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给大家发了个福袋 很多人都说你个小姑娘 怎么见见这么多人 你怎么做呢 不害羞啊 因为我觉得又不是真人 如果说真人来两个大男人 在我身后我都很害怕 我觉得隔着屏幕 我们农村人对于网络 也不是很懂 就是总觉得就 很多人在那刷打字 又没见到真人 所以说我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对不对 我没有说其他七八的 喜欢小赵哥姐们 咱们参与一下 负带 我给大家发了一个负带 给大家发一负带 对着屏幕一人点个十下赞 点二十下赞 我来自河南 今年快二十二岁了 和大爷连个麦 大爷不吭声 他估计年龄不小了 老油条啥都敢说 我怎么是老油条的吗 老是你们小黑粉 老是咱那 狐咧咧 老是 小说小风凉 难道这年头 你们说吗 难道这年头 说实话的也不行吗 至少我敢说 我敢问 那你们不敢说 那我为什么我不敢说呢 谢谢大爷 大爷你别送了 你怎么送这么多 从前天 你在我小白号 在我这边里是个小白号 刷到了三十六级 你还在刷呀 我给不了你什么呀 就算我跟你真的在一起 你你你蹦跋不了多久啊 我八十岁了 我只不见怎么这么多大老头喜欢我 对你们要喜欢招 就给招点个免费的观众送个小新就可以了 我不打PK呀 你如果是想套路的话 什么我就 我现在就打PK 对不对 我没有打PK 我是实打实的去跟你们说话 去聊天 但还是说这种话 再小说小风凉 小黑粉 再说小风凉 这衣服我洗过了 它洗不掉 这上面是油漆呀 上面是那些 是油啊 整不掉了 我就拿来就是 干活的时候穿 它不是脏的 这上面是一些油什么之类的 大爷你别刷了 大爷 奋斗哥你多大了 你也不吭声 你年龄是不是也不小了 你们你们绑上 你们跟大爷斗鸡 谁斗得过谁 我我就是谁的 不要给小的送了 不要送了 你们喜欢招招话 大爷就绑上 就在绑上就可以了 不用说了 没有喜欢招招 就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我得送个小新一点点点赞 对对着屏幕 对着屏幕 这探真香 我从小就喜欢闻碳味 我们小的农村人 我们我们又不像你们城市里面人啊 里面有暖气 也不像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整一些煤炭之类的 我从小就喜欢闻煤炭 对着对着煤炭哥姐们喜欢招招 也点个点点赞哈 对点点赞 帮招招一人点一个十下赞 愤怒哥说他一百二十二岁 我直不见你都是大老头子 都是大老头 我怎么吸引大老头呢 大爷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不可以 你把你把你女儿 你别跟你儿子女儿住一起 到时候我不好下手 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对不对 我考虑考虑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一个人方便下手 这十万吗 你们看电视剧吗 我也没有说 说是讲话 说一些虚的 我不打PK 我 你又出来偷星 村长知道吗 大爷 我跟你在一起 我肯定会偷星的 我受不了诱惑 这十万吗 你们怎么老是这样瞎说 呢 我要是跟你在一起 家里会时不时的来个修水龙头的 你要是喜欢我的话 你把你的床整成空心的 把你的床整成空心的 衣柜又能藏人的 衣柜里面藏修水龙头的 床底下藏隔壁老李 要一定是空心的 你是十七儿的话 我就不去找你 我就不去 我说是实话吗 我又没说邪安话 你把床一定要整成空心的 我要 我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你十七儿的话 到时候找 回来了 找地方藏都没地方藏 找地方藏都没地方藏 这样不行 我说是实话 我还没说西安话 我说是实话吗 我看电视剧 我也没说七的八的 我是烤鱼呢 我在外面烤鱼 我坏得很 我怎么坏 至少我敢去讲 我敢说 我又没有说去说狭话 我又没有说怎样怎样的 我给大家挂个福袋 哥姐们 咱们参与一下福袋 对你们要喜欢 招招话 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还小小年底懂得多 我没有吃过猪肉 但是我也煎过猪跑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知道的 什么我都知道 我只是不像你们城市那边人 有学过文化 我也不像大学生有文化 对不对 但是其他事情 我也知道的吧 咱们给榜上哥哥 也都点一点关注 你22岁懂得不少 那你们说 什么样懂得多 什么样是懂得少 我从17岁 16 17岁就出来打工了 谢谢愤怒哥 愤怒哥你多大 你也不说 你年龄是否比 有没有绑一猛啊 对不对 我18 16 17岁就出来打工 那我怎么做单纯吗 我不像你们 城市那边人 也不像那些大学生 对不对 20多岁才毕业 才真正踏入社会去做工作 人都有 去读你路 跟你搭讪 我 我就只知道 我说 我从耗子里面刚出来 我 我 我俩小孩了 生过孩子了 我只能这样去讲 去保护自己 那你们应该说 我是什么吗 我该怎么去讲 我难道说我背后有有硬台 谢愤怒哥 别人也不相信啊 就看我穿的又这么土 又这么 没钱 对不对 你说你背后有硬台 别人也不相信 我只 我只能这样过把嘴瘾 就故意说 我有俩小孩了 生过小孩了 我难道这也叫老油条吗 这 这也叫老江湖吗 你们说吗 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 难不成别人 堵着你说咱俩去吃饭 你就跟他一起出去 这就叫单纯 是吧 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单纯吗 谢谢老头哥 我没有生小孩啊 怎么老是胡说 我实话吗 谢谢奋斗哥 你是哪里人啊 奋斗哥 谢谢奋斗哥 我不简单 我单纯个锤子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怎么有人这样说我呢 那你们说我怎么样才端正 就刚刚旁边有个开磨地的 然后跟我搭讪说 啊我请你吃饭 你跟我走吧 我说好嘞走吧 这叫单纯是吗 你们说这叫是不是叫单纯 你们要如果说这样是单纯 下次我直播 我就守在这块我脖子上面挂个 我很单纯 那别人就跟我搭上我就跟他们去吃饭 只要单纯我听你们了行不行 我给大家挂一个福袋 咱们参与一下 这都是我社会经验 妈呀 老头哥你怎么说我 丘比特 老头哥 王老头 咱们给钱宝三点点关注 也给我愤怒哥点点关注 你们说吗 那你们说 老是 这些小黑粉 老是说小风凉 老是咱来胡咧咧 21 真的假的呀 这么年轻啊 比我还小啊 对你们要是喜欢 找找给找找点个免费关注 不要叫刀疤妹 老是叫刀疤妹 再小狐烈烈 感谢自然灰灰 谢谢灰灰 那你们说吗 我有什么我说什么 我也没有说去骗任何一个人 我都说了 我说绑一 你不要跟我刷了 王大爷 你在我这边里是个小白号 刷到这么多等级 我说你不要刷 你刷我也给不了你什么 对不对 非要让我去北京找他 那我能怎么刷 我说咱俩年龄差这么大 我说过两年 我要更能跟你在一起 欢迎灰灰哥好久不见 我就算真的跟你在一起 我不敢保证 我两年之后我不要你 我不把你整天台 我说也是实话嘛 我从来没有说 绑一大哥 绑一老头 我很喜欢你 我喜欢你喜欢的受不了 我是抖音第一 王大爷跟我吧 你有没有老人味啊 你脸上会浓吗 脸上长不长疮 长疮不长 我受够老人味了 我太爷爷 我太爷爷 我我爷爷奶奶下地干活 我爸爸妈妈又出门打工 对不对 我最近我太爷爷生病了 看我 我在家里直播的也知道 我太爷爷 老是生病了 对不对 我天天照顾我太爷爷吃饭什么之类的 太爷上老人味 我收够了 你有没有老人味啊 至少我敢去讲 你们相亲的时候 我敢打赌 你们不敢这样去讲 我有什么 我说什么 你们我 你们相亲的时候 我就可想问人家女方 你有没有 这病那病的 你有没有谈过几个女朋友 男朋友啊 你们心里都很想知道 你们就是不好意思说 去怕别人女生 说你们小心眼 怕你们女 女生说你们这 你们都不敢说 其实心里想知道 比谁都想知道 对不对 老是说这种话 但我至少我敢讲 我说 你有你怎么不说话 一直刷礼物 你是不是有老人味 欢迎我大爷 欢迎反复苏子哥 大爷你来了 吃饭了没有 至少我敢讲呀 哥姐们 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 咱们参与一下福袋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们不讲 我想讲 对不对 那说不定大爷 就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哎呀 不要再刷了 大爷 你怎么给我刷那么多啊 咱俩话题 也不在一个频道啊 到时候跟你在一起了 你的话题是什么 你的话题是说 李大爷 又欠了我五块钱 买菜钱 不给我 又或者又讲了什么 这那那这的 又给我讲讲什么 和隔壁李大爷说 他女儿多有本事了 我也听不懂啊 对不对 你给我讲这些 我也不懂 说啊啊 我跟你讲什么 我就讲啊 我今天看到 哪件好看的衣服 哪个 哪个同款 明星同款 然后你也不懂啊 你在那啊啊 明明会说话的两个人 对不对 都在那 比划了 都在那 暗暗了 这是不合适的 我都说了吗 你们老是说这种话 我说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们也看吗 我没有文化 我也说不来什么词语 我只能用最通俗的 给你们打比方吗 是不是啊 我也没有说七八的 我说是实话 我没说 谢强子 强子别跟我送啊 大爷 你 你别送了 你送的我有点慌啊 咱们参与一下福带哥姐们 喜欢小招 给小招也点个免费的关注 送个新点赞 是不是 呢 你有什么 上